Spice连线 如果我们的荧幕选项 建虚拟机的时候 荧幕选项是选择Spice的时候 你进去以后 会看到一个Spice的一个视窗 你点下去不会有其他东西 Spice会给你一个Po 然后一个密码 你的电脑必须安装Spice的一个连线程式 安装的方式 在Ubuntu底下我习惯用指令 apt-get-install-spice-climb-spice-gtk 这样一个指令 安装完之后你在程式集里面 输入Spice就一个连线工具叫Spice 这个打开来 就会看到这样子一个视窗 那我刚才连过我们来看一下 它会帮你记录上一次连过的情形 有没有看到这一串 Ezira51097这个 那我看一下这个 51097 那你可以点这个 我要连这个 然后按连线 这时候要输入密码 密码是就是这个 这个密码 你怕打错可以用Ctrl加C复制 我来这边连线 按确定 那有人说那这样这么麻烦 跟VNC有什么差别 这最大差别是VNC的声音不会回来 那Spice的声音会回来 那现在开这个虚拟机就不是用浏览器了 它是用一个Spice的一个连线程式来连 你这边可以写全萤幕 把它放到最大 那它最大差别在哪里 如果你用VNC看的时候 去看影片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会停格 那是因为显示萤幕的时候 要从网路传回来有点慢 再来一个就是 你的 如果遇到有声音的时候 你是连不回来 你是没办法连回来的 你没有办法把声音传回来 那经由Spice连线 你可以把声音传回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推荐网站里面 假设我要学的是 Ztype打字好了 或者是音频 这个时候这都有声音 那你在VNC连线的时候 它是没声音的 那在我们这边连线是有声音的 有没有听到这个时候 我们的 好 这声音就都会出来 那我就不继续做了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使用 在虚拟机上面操作也有声音的画面出来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连线可以提供 不一样的需求 如果你希望影片播放的时候是顺畅的 例如去看YouTube 或者去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 你希望有声音 而且这个声音是OK的 那你就建议你可以使用Spice连线 这样子来做 这样子来做 好